同学们你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课堂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是给大家辅导 这个全国操作系统联考 这个计算机联考操作系统课程的 这个考点的金讲 那么我是魏珍 我们呢 还是在学校里头 还是在职的 老师我们给同学呢 把最前沿的一些知识呢 给同学带到这个 辅导的这个课堂上来 希望这个 在这个辅导过程当中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 掌握到这个课程的精髓 也掌握到这个课程的关键点 这样呢 对同学将来的这个考试 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抓紧时间 来看一下我们这门课 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 那么操作系统呢 在我们研究生的这个考试当中 考试当中呢 他的这个大纲啊 考试大纲啊 规定了他的考察目标 我们同学看到 他主要是要考察 我们同学们对操作系统 这个基本概念 啊 同学看到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啊 和基本功能 三个基本啊 要我们同学呢 掌握啊 这三个基本的这个内容 啊 还有呢 需要理解啊 理解 理解 那么掌握个理解的差别是 不同的啊 他有差别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 掌握的话 那就是你要充分的运用 这些知识了 啊 理解呢 你知道就可以了 啊 知道他的概念就可以了 啊 所以呢 你看他的用的这个词啊 都是很精挑续续续的啊 大纲写大纲的老师都是啊 诸字诸句来抠的啊 字字诸击啊 上头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值得大家去推敲的啊 啊 理解是理解什么呢 理解的操作系统的整体运行过程啊 整体运行过程 啊 那么这是一方面啊 我们看呢 这个大纲一共是三条啊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很具体了啊 啊 就是要掌握什么操作系统的净存啊 净存啊 这学过操作系统的同学都知道 对吧 净存 内存 也就主要是内存管理啊 文件 和 Io管理 你看 四大块 对吧 这四大块 这四大块实际上对应的就是操作系统的功能 啊 最基本的功能啊 这四大块里得了什么呢 呃 策略 啊 策略 对了 我们用了很多啊 策略 啊 各种各样的策略啊 机制 对吧 哎 等等 都在这个上了啊 啊 那么还有算法啊 算法我们说了计算机里都是算法 对吧 大部分都是算法 我们编程最主要的就是要依据这个算法啊 还有 机制啊 实现的机制啊 所谓机制是什么呢 机制就是它的实现方法啊 Mechanism啊 就实现的方法 它具体是怎么来实现 而策略是什么呢 策略是原则 对了 我们讲到这个页面置换算法的时候 有一个叫什么 最佳置换算法 最佳置换算法在理论上讲是最好的 但它能实现吗 它实现不了 所以它的这个机制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我们学这门课大家能看得出来啊 操作系统这门课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介于理论跟实际之间啊 都有的 这样的一门课啊 比较的 复杂 比较的实际啊 比较的实际啊 那么这个就说的是第二条了啊 第三条是什么 能够运用所学的操作系统原理 方法和技术 原理 基本原理啊 方法和技术啊 方法们有算法呀 对吧 有编程等等啊 还有 技术啊 具体的技术 什么具体技术啊 你比如说我们计算机的存储 对吧 计算机的存储 我们理想的存储应该是什么 无穷大啊 无穷快 而且还不丢啊 自然界里找不到这样的存储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把存储分成什么 层次结构啊 快速的昂贵的 容量比较小的啊 做到CPU里头 寄存器 Catch 啊 便宜的 硬盘光盘 磁带 海量啊 但是读写速度比较慢 我们放在啊 外面 二级啊 二级存储 对不对 啊 这就是一个技术啊 技术 所以一说到技术呢 一定是跟我们当前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啊 因为我们比如说计算机发展呢 现在我们的存储 对吧 已经有了固态存储器 用Fly做的固态存储器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存储体系当中呢 啊 就会有一定的变化 我们要把这个存储的这个一块啊 固态存储的这一块 要把它放到中间层 对吧 它实际上替代了一部分硬盘的功能啊 因为固态硬盘比硬盘的读写速度快啊 现在成本也降下来 而且飞翼师对吧 掉电了以后还能存 嗯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读和写速度差异太大啊 写的时候要通过高压来注入 所以呢 你如果说这个程序比如说以读大量读为主 对吧 我们编好的程序啊 比如说一些代码以读为主 那么好 用这个是合适的啊 但是如果你是大量的数据处理 那么用这个可能就不合适 对吧 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技术的发展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要让大家来掌握啊 这样的方法技术原理啊 等等 来做什么呢 来解决问题啊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啊 那么这个大纲呢 在12年的时候呢 做了一定的修订 修订的时候呢 把最后那句话加上加上了啊 并能利用C语言描述相关算法啊 对 因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发现 有的同学啊 我们一般不用微语言 对吧 微语言有的同学 微语言用pass code的 用其他什么的都有啊 那好 操作系统就给你规定了 要用C语言啊 也就是说用C的基本语法 你比如说循环用for 对吧 然后呢 一个语句结束了 用分号啊 就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考试的这个大纲啊 它制定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讲究这个措辞 每一点都很重要啊 那么我们说大纲大纲是什么 大纲就指导我们这门课 学习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啊 基本的文件 所以呢 大纲当中提到的这些内容都是要考的啊 大纲不提到的内容都是不考的啊 那么从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就基本的 这个要求里头看基本的目标当中呢 我们看到啊 我们看到啊 它讲得很笼统 对吧 哎 就是说涉及到从基本的原理到最后的实现 多要考啊 多要考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它主要的着眼点 对操作系统来讲 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 净存 内存 内存 文件 啊 管理 对吧 很显然是这样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具体的要求啊 大纲的具体的要求啊 这个大纲的具体要求呢 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是吧 已经说了 呃 这刚才我刚才这个已经提过了啊 就掌握的基本原理等等啊 我们来看它的具体要求 具体的要求呢 是这样啊 它是分成了这么几个方面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 呃 虽然说我们前面讲了 它是操作系统啊 它是一个 一个总的 对吧 三一二三三三条啊 这三条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啊 就是 要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要求的度是掌握理解 对吧 那么掌握的范围啊 掌握的内容啊 运用的什么原理方法等等啊 这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 已经讲过了啊 那么基本概念啊 等等啊 这些都是都属于基本概念啊 这基本概念 好 针对不同的章节 那么操作系统呢 那么操作系统呢 又有不同的要求啊 呃 限于这个篇幅 我就不在这儿把这个 所有的大纲的内容啊 都列在这儿 我们呢 随着给同学的讲解啊 逐步的把它展开啊 重点的去分析啊 所以按照操作系统的 它的这个编排 它一共五个部分啊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进存内存文件和IO以外啊 那么加了一个概数啊 所以我们就从概数 概数就总的给大家表述一下啊 所以我们就从概数开始啊 给同学来讲一下啊 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考点啊 我前面也讲了啊 操作系统啊 大纲上提到的都是要考的啊 大纲不提到的都是不考的 哈哈 当然说这话有点过早啊 并不是说你不提到的就是不考啊 有的时候啊 这个知识点啊 是有点模棱两可啊 既可以归到这儿 又可以归到那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说它是操不操纲啊 所以很难说的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我到后头会给大家讲啊 就说有些知识点啊 有可能会越过这个我们大纲啊 但不能叫越过去 它就拓展了一下啊 另外呢 还有的时候呢 它的大纲在制定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漏啊 有一漏 知识点可能有一漏 那在这个时候 你说你没提就不考吗 不会的啊 它变得花样来考的啊 因为从最基本的这个地方会来的啊 那么随着我的讲解 我会给大家提到这一点啊 因为你别看它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知识点啊 有的知识点非常重要 但是很难考 对 你没法去考啊 有的知识点呢 哎 并不是 在实际的系统里头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啊 有的甚至都没法来做的 但是呢 因为 它的这个策略 理论 非常完美 所以就要拿来考啊 你比如说像银行家算法啊 死所避免的银行家算法 银行家算法 我们说在实际的操作系统里头 没法用它来做 那没法做啊 但是呢 哎 我们用它来进行分析 非常的有效啊 所以在每一次的操作系统的考试当中啊 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啊 好的 闲话少说 我们从第一章操作系统概述开始 给同学来进行 把这个这个考点啊 来给大家呢 更加精细的来进行剖析啊 那么操作系统概述这一章 在大纲里头啊 描述的是什么样呢 比较简单啊 因为概述毕竟还是我们说呢 基本上是一个铺垫 对吧 一开始开场白啊 所以我们看到呢 大纲要求的啊 知识点在概述这块啊 我们看到 一操作系统的概述 对了 概念 需要的啊 什么叫操作系统 对吧 还有 它的特征 它的功能 以及它提供的服务 你看 四点 对 我待会儿 我们就就这四点给大家来分析 还有 大家要知道操作系统发展的历史 所以它的发展 它的发展 当然同学还需要知道它的分类 分类它怎么来分的 那么这是概述里头通常有的 对吧 通常有的 那么 在操作系统里头呢 因为操作系统发展到现在 它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也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 有些内容 接下去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运行环境 这个内容是后来加进去的 为什么加在概述里的呢 因为实在是没法加 因为它是一个总体的东西 是随着我们软件发展 在技术上采取的一些手段 所以在12年修订这个大纲的时候 这块是加进去的 所以大家看 整个大纲的描述当中 这块特别奇怪 在概述里头把这个地方做得很细 所以它的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里头重点讲了什么 讲了它的运行的状态 内核态与用户态 那么我们说最早的这个操作系统 比如像DOS操作系统 它什么用户态 内核态 没有的 对吧 用不着的 但是呢 操作系统越来越复杂以后呢 涉及到一个 我们前面讲的操作系统 在基本的这个特征里头 有一个叫什么 并发 并发也就是在一台机上 就要跑好多的进程 对吧 那么这些进程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用户 你比如说我们服务器上 那服务器上跑的进程 可能都是不同的用户的 那么这里头呢 就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了 有的进程就是 要偷窥别人的一些信息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叫保护 那保护有很多种方法 对吧 我们实际上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通过硬面通过软件来保护都有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发展到现在呢 我们既要保证资源使用的灵活性 要保证它的安全性 所以用了很多方法 那么现在用的这个比较通用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来设定我们这个状态 设定进程的这个状态 它是用户态还是内核态 来进行保护 你用户态的时候能访问的资源有限 内核态的时候访问的资源多 所以这块呢 就放在这 你放到哪都不合适 它跟文件没关系 跟内存没关系 对吧 它是一个进程 而且对所有的计算机里的资源 在不同的状态下 它是处理方法是不同的 所以就放在概数里 那么好 跟它有关的 内核态跟用户态怎么切换呀 怎么来转啊 那就涉及到中断和异常 中断和异常 所以也放在这 放在运行环境里 那么中断和异常呢 实际上我们叫异常 实际上有的早期的时候 我们称它叫软中断 软中断 它实际上是运行起来 像中断一样的这么一个 一种操作 但实际上是有人为控 所以称它叫做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呢 实际上是从英文来的 英文实际上是陷阱 叫chip 从早期Unix操作系统 它的这个 英文的这个含义过来 所以我们到后头也会讲 所以大家看 说我们在做复习 我们在做考点分析的时候 对吧 同学 所以你一开始学操作系统的时候 可能老师给你讲的时候 一上来就是 啊 精神什么什么 晕得很难 对吧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 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体会 我们现在复习了以后 你再回头去想想 那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站的高度不一样 我们站的大纲的高度去看 我们这门课的知识点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啊 你对这个课程的把握就不一样 啊 你是居高临下 哦 看到这些知识点是怎么有机的组合起来啊 成为我们一门 一门计算机的一门基础的啊 重点的一门专业课 对吧 就是这样啊 好了 在运行环境当中 最后要提一提的 就是系统调用啊 系统调用呢 就是我们计算机给用户提供的一些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些操作啊 你比如说我键盘 对吧 我从键盘输入 键盘输入其实它的整个过程啊 同学组成员里知道 整个过程实际上它是要按照我们这个啊 电路的这个结构一点点来做的 对吧 呃 从这个键盘的扫描码开始啊 通过串行的口送到我们啊 那个缓存里头啊 缓存里头 送到缓存里头以后呢 根据不同的进程 对吧 啊 送进去以后发出中断 然后呢 那个需要有键盘输入的那个进程呢 就从缓存区里把你输入的这个扫描码啊 取回到进程里头啊 那么取回到进程以后 根据扫描码的对应的不同 对吧 你比如说美国的用阿斯克马啊 阿斯克马的话根据扫描码去对应啊 英文的 对吧 那你要其他国家文字的 它可能对应的是其他文字 对吧 那么对应过来以后呢 把这个信息啊 送到我们进程里头 或者显示出来都可以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啊 每一个进程都是那么敲的 那是不是我们编程序的时候 每一个啊 写程序的这个程序员都要那么去写呢 那就显得麻烦了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操作系统说了 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低级的啊 重复性的劳动 你们不要自己写了 我跟你写好了啊 写好了以后告诉你 你怎么来调用我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这种方式呢 啊 我们称之为叫系统调用啊 一 它是调用啊 它提供 给你提供了一种一种服务 还有一个是叫系统调用 对 是操作系统给你做的 对吧 这跟同学 我们自己写的库文件不一样 啊 操作系统给所有 在我机器上运行的啊 在我这个环境里跑的 这个用户所提供 啊 叫系统调用 那么这个方法啊 它就固定了 刚才我们讲了 既然是操作系统给你提供的这种调用 那么很多时候啊 操作系统说我不能 一个一个对吧 用户我都要去面面俱造 那我只能让用户都听我的啊 都听我的 我有规则 对吧 你怎么用这个东西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进来啊 啊 你比如说调用我的这个键盘啊 用什么样的一个 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 指令 你就调用了我的这个读键盘的功能了 对吧 而且呢 我告诉你 读键盘的功能啊 返回去 把读出来的这个啊 字符返回去的时候 它是放在什么里给你带回去的 对吧 放在比如说 对战里头 还是放在什么里头 给你带回去的 啊 规定好了 对吧 你不想用 不想用也不行啊 你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去改 改你的程序啊 所以系统调用呢 它是有一整套的方法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计算机互相之间啊 有影响 互相之间的啊 也有互相一种学习的 学习的过程 所以呢 硬件在向软件学习 软件在向硬件学习啊 所以很多时候呢 把那种最佳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应用到我们当前啊 所以为什么把系统调用放在这里头 系统调用实际上啊 跟这个中断啊 和这个异常啊 它有密切的关系啊 它的调用的方法跟中断非常的类似啊 都是要把当前的这个精神啊 要暂停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做完以后再回来 回来的时候还要把原来那个精神还在恢复啊 所以就放到了一起了啊 放到一起了 那么操作系统概述当中的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就是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啊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呃 开拓眼界啊 大家知道知道这个操作系统啊 发展啊 他是随着 学操作系统是个大软件 对吧 所以呢 归根结底 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 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什么 我们软件的一种思想 软件的一种理论啊 软件的一种一种发展的一种一种思路啊 但我反过来讲 说软件的发展是离不开硬件 对吧 我们现在硬件啊 计算机运行 它还是要靠什么 靠顺序的执行啊 指令是什么 一条一条一次执行 也就是冯罗维曼体系的啊 这种结构 所以我们的程序啊 我们操作系统 它的结构也离不开硬件的制约啊 各种各样不同啊 你规模大小不同 功能不同啊 慢慢发展到现在 它的这个结构啊 我们说的操作系统 这个软件的结构 它也不同啊 好吧 我这个地方说的多了 但是呢 希望同学是这样啊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花一点时间 给大家来讲 就是因为 要给大家一开始就建立起一个大局的观念 一开始要建立起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姿态 这样呢 你去看这门课的时候啊 你有一个全局的观念 因为操作系统里头啊 它很多东西都牵扯在一起 互相牵扯在一起 你说到A的时候 可能B啊 又有点关系 说到B可能A有点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融会关通的过程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多花点时间 也是应该的 对 对 谢谢大家